今年刚在上海举办过演唱会的后奸男孩在此空降上海 这次他们并不是来演出 而是为其代言的服饰来做节目宣传 可能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 机场没有太多的歌迷来迎接 不过有近30位保安人员的保驾 还是敬献他们是国际大牌 这次来上海的两位成员也没有太多助理跟随 而是跟自己的妻子同行 据说除了参加本次活动之外 他们还将抽空和家人一起去上海周边地区游玩 国外的明星来到中国一般都是大事 忙的不是宣传专辑就是演唱会 可是没有想到的这个曾经风靡全球的组合 后奸男孩此次来到中国 却是为了参加某品牌的时装秀与新店剪彩活动 可见这个品牌的面子有多大了 虽然连日英语 但周末的淮海路依然有种种的行人 在早上八点就开始排队 原来歌迷早就受到风筝 直到后奸男孩中的后颐和Kevin 会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于是大家都特别赶了个大早 直到十点四十分 外面排队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原来是后颐和Kevin终于现身了 一时间人群开始涌动 许多疯狂的歌迷开始疯狂地呼喊偶像的名字 并拿起手中的相机 手机真相记录着难忘的时刻 尽管有多名保镖护身 两位明星却完全没有架子 中年性剪裁一结束 他们悠哉地在店里挑选起了自己喜爱的衣服 看到特别喜欢的还不忘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有时还会在镜子前比划两下 非富士转向守在店位的歌迷 就好像在问这件行不行 谢谢